台北市长柯文哲上午自夸北市路况比以前好 道路马路重复挖掘次数明显减少 不过蓝营台北市市长参选人丁手中今下午随即打脸 他表示案内正不营建署2018年对于都市道路养护相关等的屏蔽 台北市的道路损害、平坦度以及路标号制等在六都里面排名第五 且不只是对于路平抱怨多 这方面的国陪案也是过去好几倍 丁手中认为路平都是他嘴巴说得好 丁手中质疑台北市资源在六都里面是最好的 是人家的好几倍 加上台北本来就是首都 有丰佩资源 道路水准应不可止跟自家的都市相比 要跟亚洲的都市比 要跟全世界的大都会相比 但台北市在六都排名都只拿到第五了 何况是全世界 丁手中呼吁不能标准设这么低啊 可市长而来迎新北市市长参选人侯友宜进来也去南部与韩国瑜等人合体 丁手中表示 自己的阵营也会有其他相关的计划 会跟外线市一起互相拉台 丁手中说 未来会针对空屋这一块议题与外线市的参选人合体 现场记者提问 是与中台湾线市的参选人合体吗 丁手中连连回是事事 会有的台北市国民党议员王洪威今下午举办募款查会 丁手中 国民党立委奖万安 费洪泰 国民党前党主席洪秀柱及联合报发行人王孝兰等都出席力挺 丁手中在会中捐出琉璃龙头 原本底价5万元 竞标后最后以8万元一卖成功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今下午举办募款查会 蓝营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出席支持 记者陈静怡摄影 分享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今下午举办募款查会 蓝营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出席支持 记者陈静怡摄影 分享